哈喽,今天想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来自澳洲的葡萄酒 那么说到澳洲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宝级葡萄品种就是希拉了 希拉可以被称为是Cira或者Siraz 那么这个葡萄品种其实最早是来源于法国罗纳河谷的北部 这个葡萄品种来到澳洲之后呢就非常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 由于希拉这个葡萄品种它的果实比较小,皮比较厚 所以它很喜欢这种温暖炎热的环境 酿出来葡萄酒的特点呢是颜色比较深邃,酒力强劲,酒精度数也比较高 是高丹宁的味道呢是很powerful的 常常能喝到的口感呢比如像黑胡椒的味道,巧克力 还有黑色浆果的味道,比如像覆盆子呀 还有礼子呀,樱桃呀 总之呢我觉得希拉这个葡萄品种喝起来是非常容易辨别的 近些年来澳洲的酒呢在世界上都打开了自己的知名度 尤其在中国的销量非常的好 那么说到希拉,说到澳洲的红酒,那不得不提的就是奔赴 奔赴这个酒这些年你去top ten或者甚至top five的销量 在中国都是能算得上奔赴的 我觉得除了它的实力过硬之外呢 奔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的marketing做得非常的好 奔赴,奔向富有 这个中文名字真的起得太好了 还有奔赴这个葡萄酒呢 它的价格range也特别大 从几十几百几千几万的葡萄酒都有 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来尝一尝的呢 是这支奔赴的Bin 28 是就是希拉的代表性的 而且很具有性价比的一支酒 拿它来对比一下童年的另外一个牌子的希拉 看看传说中的奔赴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 首先要给大家来尝的呢 是这个Bin 28 这个是奔赴这个品牌里面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入门级的一款酒 大概的价格呢是26到30美金 给大家拿进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体的酒瓶设计 奔赴的这个酒瓶呢还是很有自己的特点的 它是白底的上面有它这个奔赴的logo 然后它改良之后这边还有一个凸起的小小的盾牌 这边写的是Bin 28 是它这个系列 Kalina Shiraz Kalina是葡萄园的名字 然后Shiraz就是这个葡萄品种的名字 这边还有一个很醒目的是它这个Vintage的年份是2018年 一般希拉这个葡萄品种呢 它的酒精度数都属于中等偏高的 像这瓶酒的酒精度数是14.5 我们一块来尝一尝看这个酒喝起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刚才倒了一点 首先来闻香 这个闻香呢闻起来就是有很多的spice的味道 它这个spice呢除了有黑胡椒还有cinema的味道 就是辣辣的又是甜甜的 大家能理解吧 就辣甜辣甜的这种感觉 它有很多很多黑色浆果的味道 比如像那种黑的李子呀 覆盆子呀 黑色的樱桃 从这个酒的挂杯上面我们也能看出它的酒精度数是比较高的 有很多很多的挂杯 好我们现在来尝一下 尝起来呢就是有这种杏仁的味道 还有很多的香料的味道 就是刚才闻起来的这种甜辣甜辣的感觉 因为它这瓶酒呢它用的是美国的这种橡木桶 所以你还能尝出这种橡木桶的味道 但是比较好的一点呢是橡木桶的味道没有过于的突出 还是以这种黑色水果spice还有chocolate的味道为主 而这种橡木桶的味道只是作为一个辅助 有一点像是在吃那种 就是很不甜的 然后cinnamon vanilla味道的带一点黑樱桃味道的这种甜点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味道其实大部分都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另外呢酒精的感觉没有过分的抢戏 就是你还是觉得这个酒是很有自己的personality的一款酒 以它的价格来说呢 我觉得这瓶酒的表现并没有让人失望 因为这个酒的balance很好 没有过分的 虽然丹宁是高丹宁的酒 但是没有过分的那种丹宁让你感觉到影响这个酒尝起来的口感 这个我个人给它打一个分数的话呢 满分是100的话我会给它打90分 那么有一个红酒机构 Wine Spectator 它给出了93分 那93分对于这样一款酒来说呢 也是一个比较高的评价 所以如果大家想找一款奔赴入门级别的作为平常日常饮用的话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因为首先这个价格是比较适中的 另外呢希拉它这款是纯希拉的 你能充分的感受到希拉这个葡萄品种的一种特点 另外呢它选用了美国的项目图 也是一个创新 就是你能感觉到澳洲的酒在美国的项目图里酿出的这样一种风味 还是融合的整个的balance做的比较好 可以推荐给大家 第二支给大家来对比呢 也是来自南澳的一支叫Robot's Shiraz 给大家拿进来看一下 这样一支酒 之所以选择这支酒来跟Bing28对比呢 是这支酒也是2018年的年份相同 同样呢也是Shiraz 然后他们都是来自这个叫Barosa Valley 这样一个来自澳洲的葡萄酒产区 价格也是差不多 都是二十几不到三十美金 所以比较有对比性 我们就一块来打开喝一下 首先来闻香一下 这支酒呢闻起来也是这种黑色浆果的味道 首先来闻香一下 然后没有刚才那个spice那么多 果味比较突出 蓝莓的味道 黑莓蓝莓的味道 闻起来没有那么的甜 颜色呢也是这种姜红色 宝石红深红色的 酒精度数感觉也是一个十四以上的 大家来看一下我猜的对不对啊 我刚没有看它的酒精度数 现在来看一看 确实14.5 嗯 因为它的挂杯就能看出来 它是酒精度数比较高的 来喝一下 比刚才那个那瓶酒呢 嗯 果味更突出 更为柔顺 但是没有那么多香料的味道 它有这种热带水果 然后在水果 在阳光的照料下面之后 甜味很突出 嗯 也是这种很intensive powerful 都是一挂的嘛 都是这种力量型的酒 唯一它们两个区别呢 我觉得这个冰28 它的复杂度稍微会高一些 它除了有果味之外呢 还有很多的香料的味道 还有巧克力的味道 还能喝出橡木桶的味道 像这支酒呢 我觉得主要以果味为主 唯一能喝到的 嗯 是这种有一点mint的味道 嗯 然后 一点点vanella 复杂感没有刚才那个酒那么充足 这支酒呢 这两支酒喝起来 其实口感上非常的接近 因为它的葡萄品种年份产区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个人的喜好来说呢 我会更推荐这个冰28 因为它的酒的结构感更为强 另外呢 我觉得如果说成年能力的话 我相信这个冰28的成年能力肯定是更好的 像这样18年份的酒 你一直等到 我觉得 2030年 甚至 三二年喝都是没有问题 但是超过三二年 这个酒的味道 它的结构可能就散了 就没有那么好喝 但是我感觉刚才喝的第二款酒呢 它的成年能力应该没有那么强 OVERALL这两个酒我都比较推荐 我觉得性价比都比较高 但是如果这两个 嗯 嗯 我选一个的话呢 我会选第一个 这个奔赴的这个酒 不愧为大品牌 而且这两个酒的价格也是差不多的 如果大家想推选一支希拉酒入门的话 可以大胆的去选择奔赴的这个冰28 应该不会出错 今天带大家一块来喝澳洲的国宝级的葡萄品种 Cirac 然后又尝试了希拉当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牌 奔赴 它是很有收获的 首先呢 可以肯定的是奔赴从今天我们尝的这款酒 Bin28 它的酒的品质很不错 值得推荐给大家 奔赴系列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不同级别的 比如说像 Bin389 389 然后407 707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口红色号 那其实这个数字代表的是酒窖的序列号 那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故意的还是说无意为之 由于这个名字呢 是由数字来命名的 这一点呢 在中国的市场上很有帮助 大家很快的会记住奔赴酒的不同的品类 然后奔赴系列里面最高端的有RWT 还有奔赴的格兰许 据说格兰许是真正代表澳洲这个奔赴系列里面的国宝级别的酒 尝过的人都没有失望过 那么希望下次有机会呢带大家去尝试奔赴这个品牌里面更高端一些的酒 希望今天的节目大家都喜欢 如果你觉得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别忘了订阅评论点赞 你的订阅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 Cheers朋友们 下期不见不散